今天发生了一些令我震惊的事情 现在是晚上11点47分 原本我已经在被窝里睡着了 没想到 得带一只手突然搭在我的屁股上 非洲人们要带我上分 神经病啊 毛姐 这也不是有意要打扰你睡觉的 这不是主要是很久没和你学打游戏了 整天正好到底有空上分 你不甘心吗 家人们谁懂啊 哪日晚上12点进别人房间 干嘛被人叫醒打蛋仔的呀 而不正把你服了 哎呀毛姐 你醒都醒了 这变成的没有用了啦 你看我的单位 你单位又咋了 有什么好看的 什么东西 凤凰衣 嘿嘿 没想到吧毛姐 啊 战役涌上来了 好了好了 不生气了啊 喂 睡觉那有点甜蜜上分重要 你说对吧 啊对对对 今天带你狠狠上过分 你就躺好偷是乐吧你 快来啊毛姐 直接给我来个超级喜悟 没错就是这样 你们先来在最前面 一会直接帮我揪出去 这个第一我就拿 好好好 这么整是吧 意外意外 那个刚起床还没睡醒 再说了就病咱俩 开八速啊 好 好好好 说带我就是差点送八是吧 那个刚刚 确实是意外 这句超级喜不没问题 你就看我的吧 我不打扰 我走了啊 不能走 好好好 我以为你要给我整个大的 没想到你是拉了个大的是吗 哎呀问题不大 这不是过关了吗 得了吧 就是到你不怎么靠着肉 这还得给我们自己 好了毛姐 现在已经到终点了 是时候给你看看我真正的技术了 好 这才到了啊 那我就看你的了 一碰 我能出山 哟 可以啊 这么快就开门红了 嘿嘿嘿 那必须的 再总说哥们也算得上 拉你的技术担当 那嘎人还没轻轻松 哥们你跟我玩尬了是吧 我真服了 哦 早知道你靠不住 那我就顺头开心认真模式了 宝宝巴士 快乐 起床 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人 看见哥们的实力了没 去居凤凰衣有什么可烧让的 最后还没得干哥们恐龙呢 这现在一个灰太狼了 正来让一位一大战 看好了 去 干嘛 不欢迎 不是说好的带我去技呢 技呢 你那个听我讲辩 技我原本都准备好了 结果被灰太阳逃生了 他转身就走了 想下定了某种决心 再也没有看我一眼 我想就是在那一刻 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叫做离开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